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開箱這輛TommyTag的香港紅色小巴 這輛車是香港限定的 昨天就派貨 今天我就去買了 這輛小巴是香港限定的 只是香港區才有的 你能看到這輛也寫香港 Exclusive TommyTag很少有特意為香港推出一些產品 上次有香港的士系列 有三隻式的士 這次推出了紅綠色的小巴 這也是非常品牌的小巴 首先看看封面 最外盒的封面 寫著香港小巴Toyota Coaster Public Light Bus Rat Toyota Coaster Hong Kong Mini Pass 紅色的頂 其實盒子也設計得蠻精彩的 小巴的外觀也在盒子上 其實盒子也頗花心思 在旁邊寫著Hong Kong Exclusive Toyota Coaster Mini Light Bus 出產自TommyTag Limited Vintage Neo 就是TommyTag系列的產品 背面是一般的樣子 就是一般TommyTag的盒子 頂上教大家如何把盒子裡的配件貼在車上 盒子裡的配件有三塊鏡子 左鏡、右鏡和車尾鏡 另外也有一個路線貼紙 在盒子裡看到香港刊貨貼紙 事不宜遲,現在馬上開箱 小心翼翼地開箱 一開箱裡已經有些配件 包括路線貼紙 以及三塊倒後鏡 要自己安裝 第一,開箱的時候 覺得這部小巴做得不錯 首先看看配件 這是貼紙 這只是貼紙 不是水貼 是一般貼紙 有中環、旺角和西貢碼頭牌 包括小巴牌 藍色和紅色的小巴牌 都是貼紙 就這樣貼上車 這東西可能有點失色 因為車本沒有路線 就這樣貼上去 另外這兩塊倒後鏡 要自行安裝車頭 另外還有一塊車尾的倒後鏡 也要自行安裝 因為車本沒有安裝 這也是一貫TOMETEC的傳統 看看包裝著這部車 在盒子裡還沒拿出來看 我覺得這部車還不錯 正如剛才所說的 神髓都在 非常有感覺 不過具體這部車的細節 做得如何 我們一會兒做 大家分析一下 我會拍多些細節 給大家看 和大家看看這部車的造工 和仔細程度 做得如何 好 現在準備揭開內盒 這個膠盒 拿一部車出來看看 首先看看這部車的外觀 也算帥仔 外觀上 但第一眼看著 A柱好像有點粗 現在放上轉盤 轉一個圈 給大家看看 其實可以 不過大家可以留意到 A柱好像真的有點粗 看看車頭 車頭有兩個環保錶貼 然後是minibus 車牌 那盞燈也做得很帥仔 但還是那句 柱是有點粗 車尾 我覺得車尾 挺有神髓 最有神髓 我覺得是車尾 方方正正 但有些線條的感覺 在旁邊 那裏 那裏 都可以的 但是 DETAILS位 錶貼的位置 窗柱等等 各方面都有做到 一些燈的位置 旁邊 死氣喉 都有做到 線條上都可以的 可以的 其實整體上都很帥仔仔 接下來 我想用最細節的方式 去欣賞這部小巴 包括外觀 內容 看看它有什麼細節 可以做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這款小巴 Toyota Coaster B70 其實有很多廠商都做過 包括Tiny 定位大概是$100以內 可能是$7-$80的定位 也有 例如 Model 1 也是1比76的比例 定位大概是$800至$200 這款Toyota Coaster B70 TOMITEC版本 是更貴 我買這款是$320 大概是$300多的定位 也希望它做得更多些細節 大家一起看看 首先可以留意到有一點外眼 就是 椅子很直 直不甩 正常的椅背應該沒有那麼直 它應該是在做一個原裝座椅的試樣 其實香港很多這款的紅色小巴 都是用非原裝座椅 不過也有些用原裝座椅 不過我想應該沒有那麼直 而且 它是完全沒有高低起伏的 在輪拱位那一排椅子 其實是沒有特別高低起伏的 另外看看它的窗有做一個拉窗的位置 這些細節也有做到 再看看 我現在想拍照 就是沒有做到那個高低起伏 或者正常的輪拱位上面的座椅 應該是會高一點點 這方面它應該做得不太好 直不甩 即將將等到一樣高度 有點奇怪 另外椅子上的花紋 也算是可以 不過在香港的椅子應該沒有那麼方形 另外它有做到 這個香港才有 收錢箱的位置 看到扶手柄後面有個錢箱的位置 是一塊鐵的樣子 其實就有一個形狀在這裡 但是 像不像就沒關係 另外 也有這個八達通機 在部分的 紅色小巴上面 也有這個八達通機 在這方面也有花心思 把八達通機放在這裡 看看這些側面的輪拱燈 也有做到 是游上去的方式 有做這些輪拱燈 另外這個小巴的車輪 也有些花紋 即是那些凹凸位置 都可以做到 都可以 都順眼 車頭的輪拱燈 都可以的 都順眼 都順眼 可能有些品牌 做些車輪 可能會沒有那麼順眼 這些都可以的 那些凹凸分明 另外還有這些位置 其實這些是用印上去的方式去做的 這些細節 摸上去是沒有任何觸感的 那好吧 看看這個車內籠 波棍就是這樣的東西 對了 然後車尾 就無緣無故 在尾牌燈 突然有一塊大樓的圓形 估計是用來放螺絲的位置 釘緊的車的位置 另外也看看 另一邊也是 所有椅子都是同一個高度 那麼 花紋就是這樣 反而在車尾 車左邊這邊的位置 部分的位置 反而有做一些凹凸的位置 這些就是真的有一些痕在這裡 另外 車窗也有印上自動門 然後那些標誌位也有做回 這些細節位也有在這裡 那麼 再看看司機位的內籠 正如剛才所說 波棍就是沒有那個東西 然後標板也是相對簡單的 那就是 大致上就是這樣 最後再看看車頂 那些凹凸凹凸 也有做到的 這方面也是抵折的 那這方面也是抵折的 那麼再看看車底 那這個全動軸都會看到在這裡 然後呢 然後呢 車尾的後備輪 也是一個印了這個 香港小巴特別的米式 所以這些細節位也有做到的 那再看看 其實當初我買這輛車 有一個位置擔心 就是窗框會太粗了 但現在看起來都順眼的 還有如果他弄得太幼 可能會很脆弱 所以他粗一點都很合理的 金屬模型 那我再看看車尾 車尾窗就有一個 車尾鏡的位置 還有一個 倒車鏡頭 然後就 車牌就是minibus 這個可能有點不滿 因為好像其他車牌會好些 其他貼紙也有做到的 最後就想分享我對這輛車的感受 這輛車的價值是320元 其實比起其他品牌推出的小巴是貴一折的 我覺得它的外觀上是有個神髓 而且它的比例大一點 1比64 但是它的很多細節位其實也有點忽略 包括我覺得椅子也不太相似 裡面的內籠也不太相似 有些細節位就散略了 還有 不過可以一讚的 就是他為了香港市場 推出這輛車 其實也要賺一下 另外也有做了八達通緝前商 都是為了香港市場而設 其實香港市場 對比起TOMICA在日本市場 其實也不算很大 但他也為了香港市場去做這輛車 其實也值得一讚 整體來說我都滿意這輛車 不過這輛車收到這個價錢 改進空間也有很多 我們現在是在香港市場 有很多